河水暴涨 三男童被困水中 这里是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边的居民区 八月份的一天下午四点左右 正在自家茶叶店召看生意的林先生 突然接到了一个噩耗 林先生心里一惊 来不及细想 迅速赶往邻居小孩提到的出事地点 摔了几个岛 宫岛 才跑到那里 我看了真的孩子在水中央 三个嘛 我两个还有一个是我老乡 三个都在水中央 那个时候心里就特别长急 我开放 林先生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十岁和十二岁 邻居家的孩子只有八岁 他们为什么会跑到河东央呢 这时暴雨滂沱 水流湍急 孩子们想炸的是一台废弃的桥墩 四周没有任何依靠 只能用手紧紧帮助水流沿上 落入的桥增 害怕的一顿都不敢动 看到了那个水就没办法 下手后来就跑回那五金店 拿那个重组来绑到父子的腰 就流过去嘛 那个水流里都没办法 过去也过不了 就走到每一周几步都可以飘 飘到旁边来 由于被困孩子离两岸均有十多米远 并且水流湍急 林先生怎样也无法靠近孩子们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 儿子的名字 试图安慰他们 接近十几分钟后 深圳市部级消防中队 和派出所民警赶到了现场 我看到这三个孩子 就是说应该是 光着身子的没穿衣服 远远地看过去 这几下全缩成一团 当时他所处的位置的是 刚好是在这个水流急速的一个提重点 孩子们脚下的水一吨 只比河面高出十公分左右 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三个孩子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威胁 而且距离孩子被困地点下游十多米处 就是一处桥下寒洞 洞内情况错综复杂 如果孩子被水冲走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计啊 当时这个救援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 一个是水流比较急啊 第二个它这个河里面的行情非常多 为什么因为这是河里面 它的一些建筑垃圾 包括我们采访过一些钢筋 柱子等等一些裸露的 一个精髓的物体非常多 两边这个地形都比较凶险 也就比较陡壮 那么想下去呢 也是比较难 由于被困小孩所处位置 离岸边有十多米远 并且水流湍急 洪流中到处都是裸露的钢筋混凝土 石就难度极大 消防人员一边叮嘱孩子 千万不要松手 一边制定救援方案 当时情形是 这个天上在降雨 那么这个水流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说当时心里面的就是说 很担心 三个孩子身上都没有穿任何衣物 再加上暴雨滂沱 体温急取下降 谁都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中队指导员然松松 立即组织两个救援小组展开救援 第一个救援小组 以被困小孩上游河流大树为支点 做好固定 然后携带绳索的另一桶 到对岸三名小孩被困的地方 通过两根绳索相连 建立一条救生桶道 第二个救援小组 由燃松松率领水性叫好的三名战士 穿上救生衣 携带绳索 安全腰带 救生衣等救援器材 从上游水流叫缓的地方下水 慢慢向三名小孩被困的水泥东靠近 河水湍齐 钢筋遍布 消防战士能否顺理施救 年幼的孩子又为何被困水中央 请继续收看平安36561系列节目 孩子警惕危险之远离河水 此时路过的人们 以及周围文郡赶来的居民越聚越多 大家在为孩子们担心的同时 对他们如何被困在河中央 愈加好奇起来 原来出事那天 林先生外出送货 妻子忙着看店 一转眼 两个孩子就不见了 下雨的时候他周围和我老婆找一下 找一下的时候就找不到 找不到的我回来 也是去找回去找一下 找不到小孩 以为带朋友家 据林先生说 儿子平时也会经常偷溜出去玩耍 但一般都会去网吧或邻居家 所以当天找不到儿子时 也就没有多想 事后问起才知道 当天去河里玩耍的孩子 不止他们三个 当时正值暑假 孩子们先来无事 就顺着河流 边玩边往上游走 到桥洞下后 感觉异常凉爽 就停了下来 然而让孩子们没有想到的是 天气说变就变 突然下起了暴雨 河水猛然上涨 几个小孩就在对面 对面那边 那边就听那个说 在这边的大水一来 水流风急 大水一来 在旁边就给他溜起 在对面跑过来 刚好有个桥洞 就跑在那个中间 就看那个水涨起 过不了就爬到那个桥洞上去 就这样 三个孩子被困在了河中央 索性的是 他们抓住了水泥蹲上 落入的钢筋 没有被河水冲走 事实上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都时有发生 2013年5月26日下午2点左右 湖南新少县四名小学生 因天气炎热 放学后去水库游泳 溺水身亡 他们中最大的14岁 最小的只有11岁 身亡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由家里的老人来照顾孩子 据当地群众介绍 这个水库看起来很浅 其实最深的地方有17米 每年都会在这里发生溺水事故 2013年6月26日 江崎省南昌市洪谷滩新区 文青村发生一起悲剧 三个金雄妹在村口一池塘旁边 细碎时全部溺水身保 其中最大的男孩只有10岁 还有一个9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 三兄妹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平时这三个孩子有患病在床的爷爷和70多岁的奶奶看管 悲剧发生后孩子的爷爷奶奶和赶来的父母都接受不了现实 一度激进昏迷 我想知道 在年间把孩子给带到城里来 让他接受一个好一点的教育 是吧 你看在龙州小孩多可怜 我就是这样说 我说小学乱乱乱在家里拍一个 因为人没关系 谁知道在第二天都坚持不了 就没有了 我的三个孩子 我再也做不了了 2014年4月6日 下午3点左右 四个孩子结伴在河南省洛阳市中州曲边玩耍 一名六岁的小孩不慎掉入水渠中 八岁的哥哥跳进水中相救 但也被取水吞噬 根据2007年6月的信息时报报道 暑假正成为儿童一百死亡的高发期 中国平均每年有近三万名儿童死于溺水 那么这次的救援行动能否成功呢 天降暴雨 体温急剧下降 年幼的孩子能否转危为安 请继续收看 平安36561系列节目 孩子警惕危险之 远离河水 小孩进入我们解救的位置的话 有大概也有三十米左右 我下去的时候 整个水深到胸口一丈 一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那一刻呢 说实话 虽然说经历了这么久的那种磨练 在心里面还是有那种 就是说那么一点点的那种恐惧的 就感觉那个水流有够心力往下扯 站了站不稳 也没办法靠近那里 下水的战士们一边克服着心里的恐惧 一边慢慢接近河中心 岸边固定绳索的战友们 不由得为他们捏了一段海 眼看着距离一点点缩短 在即将接近水泥墩时 让大家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 那水太急了 一下子看到人都被抓住 一下子抓住那个河墩的时候 身体们把钉住 人都冲到水面上 然后来是经过一番振扎 特别有一分钟就在旁边 十六点三十分 直到远展松松和三明战时 冒着随时被凶浓的河水卷走的危险 终于到达了孩子们被困的水泥墩 此时两名被困小孩因为惊吓过度 见到消防人员后就瘫软在了他们的身上 消防人员一边对三明小孩进行情绪上的安护 一边为其穿上救生衣 并通过安全腰带将被困小孩固定在救援人员的身上 此时岸上和水泥墩上的钢心支点之间的救生通道 也被成功打起 但就在救援人员抱着孩子 抓住救生绳索 惊懒地向岸边靠近时 惊险的一幕再次出现 我们想到是河水太急 而且下游那个水一直在翻滚 而且有些小漩涡 我们帮长的就是下水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水流一急的 一下子就把它就是往这个浪里面给捡了一下 由于水下有深坑 加上水流湍急 消防员和小孩均为河水冲了下去 在这千军遗法之际 消防战士用手死死地抓住了救生绳索 然后顶着湍急的河水 奋力地向对岸拷进 在所有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第一个孩子被顺利救出 后来就是因为觉得第一个方案件实施 还是带有这个危险性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第二个措施 那时候因为雨停了 小孩水面下降 然后我就试着在岸河墩那里 我就绑了两条 你们在一起那畜生 以后直接横移到对面另外一个飞行小墩 以后那里距离大概有五米长 沿着新开启的救援通道 第二个孩子也被成功解救到安全区 随着前两个孩子的安全撤离 剩下的最高大的一个孩子 由于被困时间较长 惊吓过度 孩子的动作有些僵硬 但是他也是一直是 勒着脖子 那个手挺害怕一直勒着脖子 抱死死的 无奈救援人员只能用一只手将孩子抱在怀里 另一只手或者救援绳索艰难前行 中午第三个孩子也被成功营救上岸 经过四十五分钟的紧张救援 三名被困小孩最终被消防员全部成功救袭 经过现场收获的医护人员诊断 三个孩子除了少许发生之外 居无生命危险 通过这个 我在这个中队 也工作了五六年 就是说一些经营 容易发生 滴水的时段上 主要是集中的一个夏天 特别是暑假的时候 这个时段是比较多的 人员上方面就主要是以中小学生 就是说我一只发生 滴水这个场地 可能觉得集中的一些河流 一些池塘 水库 等等这些地方是比较多的 清水河三南童河中被困事件发生后 周围居民议论纷纷 有人觉得相关部门应该封闭河道 这里仅是标志 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在河边玩耍 危险也就不会降临了 也有人觉得该事件暴露了学校和家长 对孩子安全教育的缺失 而被困孩子的父亲林先生的话语中 也掺杂了那么多的无奈 我们要做个小生意的女朋友 足迹跑啊 就是这样嘛 林先生告诉我们 他是十年前从外体来到深圳的 一家人靠卖茶叶回事生机 平时忙的时候 经常顾不上孩子 更让人担心的是 像林先生这样的外来打工者 在清水河的周边比比皆是 每年一到寒暑假 他们的孩子们都会跑到河边来玩耍 危险也就随时可能发生 平时这些外来务工的子女呢 在暑假期间 父母亲可能忙于这个自己的事情 就疏于照顾 那么那个小孩呢 就可能是自己在玩耍 所以很多小孩呢 就到这个河里来玩耍 这个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也会经常接到 一些周围的群众啊 发现这个比较危险的时候啊 会打110给我们报警 每次打警 报警之后呢 我们都会派警力过来劝阻 这就是四方地点 虽然杂草丛生 陡峭的河道和复杂的环境里 充满了危险 但费气的桥墩 神秘的寒洞 以及小河流水 在孩子们眼中 都是天然的游戏场所 而记者在桥上 河岸边转了几圈 只找到了保护水源的标志 却没有发现水深危险 不要在河边玩耍的警示标志 今年的雨季已经来临 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防范 同时也提醒电池机前的家长和老师们 应当及时叮嘱孩子 不要去池塘 河边 水库等危险的地方玩耍 以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014年4月1日下午17点 四川省长都市 以排污管道施工工地发生坍塌 四名工人被埋坑内 到场的四川省长都消防支队 龙泉翼消防大队六中队的消防队员发现 这个坑道深约四米 两侧不实 由砖块下落 消防队员迅速转来木板 木柱首先对坑道进行架固 防止二次坍塌 然后利用铁锹等工具 对坑道进行挖掘 经过一小时的奋战 被控工人终于全都被救出 据了解 事故当天 工人们正在进行排污管道施工 由于施工强度较大 坑内涂质不稳定 再加上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这才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施工人员宇宇宇宙 昨天也 Istva改变 specific